好 祝福大家 我們這次是講到家庭關係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 時時都有人找我 很多都是講到夫妻問題 很多都是講到兩個人很難相處 有些想離婚 有些有婚愛情 就是很多各樣的問題 或者有些是曾經有一個是愛主的 但怎知道後來被婚愛情影響離開神 陸續有人找我都是這些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 我都希望大家知道 知道怎樣處理 就真是去做 真是去建立你的婚姻關係 但很多人一聽到婚姻關係 都沒有希望 我們幾十年都是這樣 經常都是這樣 經常都不行的 搞來搞來都不行 那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怪責對方 對方沒有做什麼 我想說就是 兩方面都有責任 都需要努力的 那很多時候我去 輔導的時候 有時候因為比較女性多 找求幫助的 那女性求幫助呢 總是說 那個男人又不理我 又不理我 又不聽我說話 又不關心我 又不幫我之類的說話 但是呢 當我去談的時候 因為我輔導 我永遠不會 就是不會偏幫一邊的 我兩邊都聽的 那你就發覺呢 那個男人又說什麼呢 他說他又長氣 又淫沉 又怒嘈 又激氣 其實兩方面都是互相影響的 那這件事呢 我希望大家 我們都留意一下自己 因為男女是不同 當你明白那個男女分別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樣遷就對方 怎樣能夠 令到那個關係 更加容易相處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是 看一看呢 就是引言那裏 講到呢 就是家庭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 你多好有能力涉獲主 或者你多多討告 如果你的家庭問題 是有問題的話呢 你都是很難發揮出來的 那我們兩個經文 我們一起讀阿爾夫所書五章有一節 有當全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復 你們將妻子的 當順復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復主 二五節 你們將丈夫的 要愛你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寫己 我們首先 看一個經文裡面 講什麼呢 經文裡面呢 是有講到 妻子順復丈夫 丈夫愛妻子 但也有講一句 彼此順復 因為有很多人呢 就說 丈夫呢 就說世事 彼此都說世事 這個經文裡面 都不是這麼說的 那為什麼 特別這個提到 妻子順復 而丈夫愛妻子呢 有一個原因的 因為呢 通常來說呢 男性呢 是比較少去想愛對方的 因為想了結婚呢 大家一起住就OK了 就是覺得 不需要什麼特別愛的 就是 因為男性呢 就比較獨立的 就是他 他不 就是他沒有那麼需要你 很多的愛護他 他想你照顧 但是他不需要你 經常說 我愛你 我關心你 我看重你 男性通常來說 是沒有那麼需要的 很怕聽 是會 有些會怕聽 一個個個的 那麼呢 女性就很想 有關心的 很想有看護的 很想對方關心她的 那 但是呢 男性通常就不給這件事的 就是很少會 就是愛關愛對方 所以保羅呢 就是 女性呢 很自然 譬如有子女 就很自然會愛子女 譬如戀愛也是的 如果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孫 戀愛呢 他們會怎樣呢 那個女兒呢 一投入 一投入都不得了的 就是他會 像神的命 放進去的 那個男的 先看一看 還有呢 看到另一個人 又說 我喜歡這個 還有 有時呢 他追追到那個女生 這個就是一個 人性 男性 是很體重性關係的 他很想和有性關係 但一有性關係 他可能失了興趣 因為一有性關係 那個女兒就揮著他 喂 你去哪裡 為甚麼你不問我 你做甚麼事 喂喂 這個不應該有的 我大肚子怎麼辦 那個男人就怕了 就走了 就是一有責任呢 就會走的 所以結婚之後呢 很多個丈夫呢 就發覺那個女的呢 就由女生接女人 是很不同的 女生那時候很輕鬆的 好玩的 在結婚呢 就開始暗沉了 衣服怎麼不擺啊 你為甚麼回家 你甚麼時候回家 告訴我 我吃不和你 等不等你吃飯啊 就是很多這些問題 為甚麼這麼亂啊 為甚麼不幫忙啊 這些這樣的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是這樣的 是吧 多數都是女的 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呢 聽到那個男的 就會覺得 唉很煩啊 為甚麼 未結婚他很爽的 很好玩的 一結婚 為甚麼這麼多事務的呢 因為女性呢 責任感強 所以他就會很強烈 要照顧好的家庭 那男的呢 就覺得很煩 因為男的呢 通常是想有一個 人跟他玩啊 開心玩啊 他不是想有一個人 經常督促他 要做甚麼事 還有經常說他 沒有做甚麼事 那所以兩個人 是很不同的 那是這樣的情況呢 就怎樣了 聖經就提醒了 男的你就要愛妻子 因為男的想著結婚 我在家裡住 已經是叫愛你了 我回家就叫愛你了 我賺錢回來就叫愛你 就沒有想到 他是需要我們去聆聽 關心 去看護他 去愛護他 讓他覺得被愛被體重 因為男性不是很需要的 你不用每天告訴他 喂 我很愛你啊 你很寶貴啊 很重要啊 他不是很需要這件事的 但是因為呢 如果全世界都有男人 有甚麼後果呢 三個男人 傻傻傻 我聽過 三個女人一個去 三個男人傻傻 就是他呢 要不就講 三個男人一個去 社會 講社會 講打球 講甚麼 即是講外面的東西 很少講 哎呀 有些不開心 女人走過來呢 哇 很多話講的 子女啊 丈夫 家人啊 啊 家婆啊 就是 很多這些人的東西 但是男人對這些 我覺得很煩 怎麼講那麼多 講甚麼 所以男性呢 他對於人際關係 是沒有那麼體重的 我 當我做牧師的時候 在 即我現在都是做牧師 不過以前在牧會的時候 因為現在我主要做宣教 和訓練 我發現那些很小的小女兒 那個父母抱著她 那小女兒見到牧師 是很開心的 那些男生 抱著她 在香港呢 玩她的遊戲 不理你 他對於人際關係呢 是通常那個男性 是沒有那麼體重的 所以 這個 有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是甚麼呢 如果全世界的男性 真是沒有甚麼教皇 即是做事而已 這個世界就沒有甚麼溫情的 家庭沒有甚麼溫情 所以需要女性的溫情 好了 如果全世界的女人又怎樣呢 譬如有間公司 全世界的女人 很煩 很多人際問題 這個 這個 哎呀 她看我又不順眼 很多人的問題 因為她很體重關係 那時候呢 有甚麼後果呢 就會 如果全世界的女人 哇 經常都 哎呀這個我不想和她一起 還有呢 男性是著重事業的 即是她比較著重事業 這個社會上 很多的創建 都是男性做的 現在全世界都是女人 很多創建 就不會做出來的 全世界都是 男人呢 就只是做創建 沒有家庭的 家庭呢 拆散了 所以神的智慧呢 就做男做女 男呢 就 即是做事務 但當然呢 有很多男性都不負這個責任的 即是 的確有的 而女呢 是建立關係 所以她家庭有溫亂 是不是 你發覺是不是這樣的 那個媽媽呢 當然是緊張 那些子女啊 有沒有飯吃啊 有沒有菜啊 照顧她病啊 那個爸爸呢 唉呀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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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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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不記得了 她要吃什麼 或者甚至 喂 我那個兒子是幾年班了 她讀什麼 可能不記得的 她做這些事情 是不要留心的 所以呢 神創造男女 是有她的智慧 但是因為 人總有缺欠 為何男性缺乏愛 女性呢 就很想照顧 照顧得來呢 很有責任感 所以你都放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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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四圍擺 為何要告訴她 什麼時候回來 她要 就是要 照顧好負責 所以 正經就吩咐 女的呢 你順復點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掌控 所以很多小孩子 去不去買什麼呢 問爸爸沒用的 問完爸爸呢 媽媽準了才行的 媽媽準 爸爸呢 這個不是一定的 就是 爸爸準不準也不要緊 媽媽準就做得 就是做得 就是她好像話事多些 那 但是 正經就說 你順復點 你不要那麼 露燥 你不要那麼 露燥 你呢 柔和點 不要那麼 嘔嘔 那麼多話 所以呢 女性的分割 其實女性都是要愛 大家都要給錢相愛的 不過呢 因為女性通常來講 愛呢 是比較多的 就是 譬如 雙方面有什麼 健康的問題呢 女的照顧男是很多的 女的照顧父母 很多的 是不是 兒子都忘記了 爸爸什麼病啊 什麼事啊 沒有那麼細心的 所以 四季一就吩咐 男的你要記得去愛 女呢 就記得去信服 但是呢 又怕有些人呢 就說 好像女兒呢 就是奴隸 我要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聖經不是這麼說的 所以聖經加句 彼此信服 就在二十一節 就說 二十二節就叫她信服 二十一節就說 你彼此信服 但是 我就會這麼說的 在很多事上 盡量呢 女性呢 不要在家裡做 就是 做阿頭 又是信服你的丈夫 但是有些事 屬於神的事 你就不能夠信服的 就是 因為信從神 不信從人 是應當的 所以呢 如果他說不讓你回教會 那你呢 又不用跟他鬥 那你說 我們大家有我們的自由 是不是 你有你的自由 做一些正當的事 我又有些自由做我正當的事 那大家爭取 大家去談 能夠找出一個位子出來 那這個就是 就是 所以聖經這個講到 就是 大家給點信服 而 妻子們呢 就留意一下 在家裡的聲音 不要那麼 那麼大 柔和一點 關心多一點 而丈夫呢 留意一下太太的需要 雖然 男性也不太需要 這件事 但是呢 對太太多一點關心 她自然整個不同了 就跟著 十五章一節一起讀 回答 柔和 使路消退 言語暴淚 觸動動 就是說呢 當我們的說話柔和呢 自然關係會好的 夫妻相處都是 大家柔和 不是用一個強硬的方法 不是控制的方法 好了 跟著呢 下面我就講男女分別 這裡呢 是很重要的 其實呢 結婚是要讀書 才結婚的 讀書 不是讀那些 回學的那些 是要學習 男女分別 男女相處 但是很多人是沒有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的 兒子 兒女 或者你的孫子 要拍拖結婚 你拿這份東西回去給兒子 給他看一下 男女的分別 觀點 男的是怎樣 他體重他的地位 所以男女一起 不是 幾個男人一起 很喜歡爭辯的 我有沒有發覺 他說 什麼厲害 這個他厲害 那個也要證明他厲害 例如下棋 不可以輸的 我要厲害過你 我要贏你 那種心態 就是要厲害過人的 但是女人呢 有時候 不想到男人這件事 最喜歡踩男人的 我老公又蠢又懶 又做不到事 在人面前說 那個男人就不想再跟他講話 因為呢 他覺得被踩低 所以這個 他覺得被尊重的 很敏感別人是否尊重他的 他不喜歡受命令 那你又怎麼辦呢 那你要上去倒垃圾 最好呢 其實最好建立到關係 一起做 互相關心 你又關心他的事 而很重要都是 夫妻 都有一個心態 我要建立婚姻 他沒有這個心態 你做他未必會有這個心的 所以要談的 要跟他談 即是 未結婚之前跟他談 不過你現在結婚了 你們現在結婚了 那你也跟他談 你說 我想不想建立個關係更加好呢 建立個婚姻更加好 那我們就榮辰益人 大家又享受 一起更加開心 你想不想呢 想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 嘗試調教一下 做得更加好 但我知道 有時候有些關係 已經是很困難 你跟他說 是未必他會願意的 但是你盡量 柔和方法 是可以 改變他的 即是有些甚麼可以引導他的 好了 即是男性很看重的人 尊不尊重他 他不喜歡受命令 喜歡看哪個 誰高誰低 哪個厲害點 咬手瓜要咬贏他 做甚麼要打球 要打贏他 有些人 一打打球球 嘩 輸了 將個巴掌打到地下 刷爛了 即是 即是有時他 他要想聰明 但是女兒 看甚麼呢 人際關係 彼此分享 這個就是女性 女性的特質 所以男性就知道 女兒就喜歡聊天 所以男性 如果你打算結婚 你已經結婚了 如果結婚了 你就打算 他會說很多話給你聽 但是男性 就覺得耳朵痕 怎麼說這麼久 哎呀 哎呀 即是男性說的 怎麼到即止 但如果你想著結婚呢 你就要學耳朵 去留心聽她的說 是有她原因的 即是她有她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男女調教 婚姻就好了 那現在是否太遲呢 不是太遲的 你兩個人仍然住在一起 還有機會 可以更加改善 如果她已經走了 有另一個女人 那就比較困難了 但是呢 當你仍然兩個人在一起 即是 仍然的關係 不是去到一個最差的程度 是可以回頭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我們一起奉耶穌名 講一齊 我奉耶穌的聖明 我宣告我可以建立我的婚姻 我宣告我可以建立我的婚姻 建立我的家庭 更加好的 下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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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處理情緒了 如果男人又不開心 他喜歡躲在山洞 其實真的在山洞 他自己去找個地方坐 自己走一下 睡覺 他就很少跟別人說 當他處理完 他就這樣就不用說了 即他未處理 他又不想跟別人說 因為跟別人說 好像覺得我需要你幫 他又覺得很低威 所以男性比較少求助 很少說 牧師 我現在有些問題 請你幫我 是比較少的 因為他覺得 如果我跟你說 我低威 他喜歡自己搞定的 所以他喜歡躲在山洞 還有 喜歡找空間去處理 所以有時候 女性就要給他空間 你見到他不開心 他願意說 你就 你就 跟他談 但他不跟你說 你可以說 不要緊 你先安靜一下 你喜歡 你告訴我 我很喜歡 你平日說 我甚麼事都喜歡聽 但有很多男性 就很怕說 告訴太太 為甚麼呢 如果說頭痛 那太太 哎呀怎麼辦 喂 你要做些甚麼 他就覺得很煩 其實呢 女性 不用一定 你可以關心她 但不要太過分 太過分 她就覺得你 哇 我告訴你 甚麼痛 你又說死了 是否癌症呢 哎呀 是否甚麼問題 要照的 照甚麼 又要看醫生 住院好不好 他就覺得很大件事 所以他不敢告訴你 告訴你 你的反應 可能太強烈了 因為有甚麼事呢 哇 老闆 告訴你 我太太 哎呀死了 你會被人炒魷 我們沒有錢 怎麼辦 下個月的收入怎麼辦 那你就會擔心了 那麼呢 所以呢 不需要那個反應太強烈 但是關心她 那當然一起去處理 那尤其呢 當你一將你的情緒放下去 他聽完 他就覺得很煩 哇 我說了甚麼給他聽 你又很猛又很不開心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男性呢 是他需要空間 他不想那麼多 說 其實兩個是調教 男的就需要聽女的 女的呢 又需要調教 男的就不要說太多 又沒有那麼多情緒放在她身上 是怎樣去處理的 是怎樣去處理的 繼續了 男呢 是不喜歡太早 或太快跟別人傾訴的 他覺得呢 就是 就是 她要找方法解決那個問題 那麼 她就沒有想到要處理情緒 譬如我曾經做過院務在醫院 我就發覺那些女性呢 就很喜歡探訪的 甚麼年齡都是 即是比較喜歡的 她覺得你有個人陪下她呢 她覺得是好的 但是呢 男性就通常會怎樣說呢 她說你又幫不到我的病 你又不是醫生 你跟我聊天聊甚麼 都沒有用的 你走吧 即是有些男性會這樣 她覺得不需要說 不過也都有一些男性呢 是會說的 OK 行行行行 我個人都不關心你 怕看不到你 看到 看到 所以我會看著 OK 專門啊 牧師看 OK 好 好啦 我們知道男女原來呢 男呢 是看重解決問題 而女呢 是看重解決情緒的 女性又怎樣呢 她鬧情緒好像壓力波那樣的 她不說呢 她就 哇 要公布咬的了 咬很不開心 一定要跟別人說 即是女性呢 通常會談一下 當然有例外 她是 很想去說的 她就覺得呢 有人談呢 就好像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 她說 男性還都沒有解決 她說 覺得有人關心我 接受我有這個問題 我已經很開心了 即是她的心態呢 就是關係重要 所以她不是 她不是那麼看重 那樣 都是看重的事情 但是那個關係呢 對她來說是重要的 好啦 那她 輸解情緒有甚麼方法 是傾訴來輸解 男人呢 就解決問題來輸解 好啦 接著下一面 處理配偶的情緒是怎樣 男人呢 就是救火員 你不開心啊 好 我和你搞定 你要做甚麼 通常來說 你有沒有發覺 丈夫很喜歡教你 你和老闆不行啊 等我明天和她說話 你不要理她 你要和她對抗 對抗 譬如她會教你的 有些甚麼 她會容易傾向於救火 快點和你救火 就很少聽到女性的感覺 但女性呢 最想男性呢 聽到感覺 那又怎樣辦呢 因為你中間有很多 你的丈夫不在 你引導她 你說呢 我不開心 我很想說給你聽 我很想你聽下我講 你聽呢 你 按摩就行了 你說 我聽到你的感覺 我知道你不開心就行了 你不用教我怎麼做的 你引導她 她做得對 你這樣就對了 我就覺得很舒服的了 我跟你一起就覺得很舒服的了 這樣的時候呢 她就會明白 慢慢引導她 我太太就會引導我的 那男人呢 就喜歡為人解決問題 認為分擔情緒沒有甚麼用的 女性呢 對人對事都很敏感的 譬如有個人不喜歡她 女性呢 就覺得很辛苦的 比較難些處理的 所以有些甚麼事發生呢 她會很留意 丈夫又不開心 她就 不斷要幫著她 喂 甚麼事發生啊 為甚麼你告訴我 為甚麼你不告訴我 但是越來越這樣 這個男性就越有空間了 所以下一次你知道 你會怎樣 她不開心 你告訴我 你不開心 你可以隨時告訴我 還有 她說的時候 你不要這麼大反應 你就是 關心她 你就不用 跟她一起去想 怎麼解決 不想跟她想很多 不要太過強烈反應 她就會不太怕跟你說 還有你說 你不想說的時候 又可以 不要緊 不用說 我喜歡聽到你說的 太太跟我說 她說 無論小事 中事 大事 我都喜歡聽你說的 你說甚麼 她都 她告訴我 她都會喜歡聽的 這個太太可以說給丈夫 這樣的時候就鼓勵她 她說的時候 你不要說她蠢 你這麼蠢 你這麼蠢 下次她不跟你說 不要嚇倒她 好了 女人就喜歡沉根問底 即是說 當丈夫有問題 很想去找出 為甚麼 希望能夠分擔 她情緒上的困難 我們 即是有這個需要 但是 我們知道丈夫不太想的時候 你就 調教了 所以兩個都調教 男的就關心多些 女的就不要這麼多情緒的反應 自己處理多些 但你也可以跟丈夫解說 但是說的時候 怎樣說呢 丈夫更加容易聽 你就是告訴她 我有些事想跟你分享 想你聽一下 明白我的內心就可以了 那你說 就說完事和感覺 就不要說到怎樣 哎呀 我真是 哎呀 好傷心 我很生氣 哎呀 那個丈夫看到 哎呀 你說話都是這樣 我真的不喜歡聽你說話 真的很煩 太強烈反應 所以有些電影 有些外國人看了中國電影 怎麼經常哭的 你有沒有發覺 那些電影 中國電影 將情緒誇張到很大 開心就開心到不得了 嘩 鬧又鬧到不得了 誤會又誤會到不得了 那些男人看到 哇 怎麼這麼大反應 為什麼這麼大反應 就是他會 對於那些沒有那麼有興趣的 就是男性來說是有不同 其實男性又要學 了解女性的感覺 女性又要了解 男性呢 是喜歡我們 不要那麼強烈反應 柔和一點 他就會舒服一點 他喜歡你和他逛街 不用說那麼多 就是逛街玩一下 開心一下 男人就喜歡一個 開心伴侶 女人就想找一個 傾訴伴侶 所以呢 有時候 那個女性 就找一個 另一個女性的朋友 就有些傾訴 跟丈夫呢 跟他聊天 好像跟鳳祥聊天 都沒有什麼反應 那我們就調教了 男性又會有些反應 那女性呢 就開始會 喜歡跟你聊天 那女性也都沒有說得太長 還有太多細節 那個男人 聽完都不知道你說了 都說了幾個人 又是姨媽 又是姑姐 又是阿嬸 又是阿發 哎呀 糟了 我都不記得你說哪個 真是大家都是個複雜 好了 愛意的表達 男人喜歡行動 他覺得我給錢 已經是愛你了 服務呢 我幫你搭個櫃 已經是愛你了 我幫你搬床 收拾東西 就是愛你的 賺錢呢 就算是愛了 女人呢 就喜歡聽甜言蜜語 喜歡用說話表達 細心關心她 啊 跟你一起真是開心了 很開心見到你 有你陪我真是開心了 即是女性呢 就喜歡一些愛的說話 關心的說話 男性呢一個個的 我跟我太太經常都講這些說話 我已經聽慣的 我又喜歡聽的 因為我調教了我自己 我去歡 即是其實我是歡喜的 那我呢 亦都是歡喜去接 和她溝通啊 和聽她 聽她說她的心聲的 那她有時有些她的心聲 或者她有些 和人相處的東西 她都會 說給我聽 那我又會聽她說 那我聽她說 那聽她說的時候呢 令到她覺得被摺落 但也都有時呢 我有這樣的傾向 聽聽一下又開始覺得 很多細節呢 又會跳緊一些細節 因為想了另一件事 想了另一件事 即是男性的困難 但我就叫自己 留心聽 留心聽 就是為了建立一個好的婚姻 因為我太太這麼好 我應該建立一個更好的婚姻 你看到我呢 周圍都是她的照片 四圍都是的 即是一些記事簿啊 什麼都是她的照片 我們家裡整個都是她的照片 我們每一年的anniversary 那些照片 一邊放在第一周年 第二周年 第三周年 第四周年 四圍都有的 那我就 就是我又很歡喜 她是這麼體重我 和我的關係這麼好的 她又時時表達我愛的 但是我知道 很多當中的弟兄姊妹都說 我家裡不是這樣的 那你去不到那個位置 不要緊 總之你盡量能夠和系相處 就已經是好的 好了 怎樣改善和加強婚姻的關係呢 第一 神在家中為首 就是有耶穌耶穌會醫治 所以一起跟祂祈禱 一起看聖經 如果祂不能跟祂看長的 短短的 講一下一些經文 大家一起祈禱 因為男性呢 傾向於比較沒有那麼耐性去看書 那應該是男性要學 應該要學看聖經的 但是一下子她去看 她不容易看的 那你講一些經文 和她一起討論 看你看什麼書 是啊 她看一些書 可能她會很喜歡看 那這個呢 就是她的心 在神那裡 但是你引導她的時候 你不要給她太大的壓力 太大的壓力 她以後都不想和你一起去祈禱 看聖經 而是 譬如她有什麼問題 我們一起為你這件事祈禱 好不好 就是關心她的事 要將神帶到中間 好了 婚姻的感情需要很重要 女需要什麼呢 女需要溫情 溫暖 感情 需要傾談 需要誠實開放 能夠坦白說出內心的感覺 她需要經濟的支持 需要她 需要媚身 需要丈夫媚身在家庭 那男性知道呢 我們就盡量 將這些東西都給我們的太太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 避愛了 那男的需要什麼呢 第一就是性滿足 是啊 可能在這個年齡 可能不同了 在年輕的時候 就是性滿足 那就到大年紀 其實男性都會傾向於 喜歡的太太呢 是有身體的接觸的 就是不要好像 老夫老妻 都生了這麼多個 生了孫 還有什麼身體接觸 就是 很多女性就會覺得 不是很喜歡 我和我太太吃飯 是單手吃飯的 拖著手 拖著手 除了吃蟹 那她的手就分開了 但是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但是我知道我太太喜歡 我們睡覺也是拖著手 拖著手 拖著手 睡覺 睡著了 可能手脫掉了 但是我們喜歡一起 我們走路 經常都是拖著手 我們想睡覺嗎 我們 有些人不喜歡 不過 就是說 通常來說 在年輕的時候 都是很喜歡 有很多 很多女性 傾向這個 哎呀不要碰我 哎呀 就是那種不喜歡 其實呢 這樣子的時候 那個丈夫就會 就是她會覺得 好像被排斥的 所以我們 就是 聖經裡面講到 就是 妻子的身體屬於丈夫 丈夫的身體屬於妻子的 沒有權自己掌管 所以 在性 和身體接觸 不要拒絕對方 但是 如果你本身已經 不是這樣的情況 你就 就是 你忽然間做 她也未必接受 但是你慢慢來 可能和她按摩 雙方面 能夠有些身體接觸 都是加強 那個感情的 好了 跟著 男人需要 是消閒伴侶 女性 需要傾訴伴侶 需要消閒 大家 即是 沒有所謂的 不要緊張的 輕鬆鬆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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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說到很多事情 但是女性 她和她一起 馬上說 兒子 家裡有什麼事未做好 有什麼事未做 很喜歡 在那些事務 告訴她 她就覺得 哇 我和你逛街 這麼多事務 玩一下 輕鬆一下 不要這麼多事務 那麼緊張 男性就喜歡消閒 當然這些是有例外的 跟著呢 他想他的配偶有吸引力 可能在大家一年來 什麼吸引力 哎呀 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什麼吸引力 有些人一結婚 我太太很快就吃到 嘩 好像吹波一樣 畢竟蒲龍很快就 生完兒子之後 立刻很快 升級沒所謂 結了婚 不用看身材 但其實呢 我們都應該保持自己 青春 健康 開心 對方更加歡喜 但你又不要做過態 有些人做得很過態的 穿化妝 衣服 完全跟他的年齡 是不相對稱的 也不需要這樣 但是呢 令到他覺得是自然的 不要很快變成一個婆 有些女性真是很快變成一個婆 她的樣子 她的衣服 頭髮 都是好像婆仔那樣的 小時候已經是婆仔了 但有些人到六七十歲 都是你不覺得她是婆仔那樣的 所以呢 本來是婆仔那樣就怎樣 但是她對方像是婆仔 我們都一樣愛她 但是 就是說 女性來說 你就不要這麼快將自己變成一個婆仔 就是覺得呢 說話都沒有變成一個婆仔 說話都沒有變成一個婆仔 因為那些人就是陰陰陰陰蜂蜂蜂蜂 那樣子呢 那男人就覺得 哇 跟你一起真的很辛苦 那當然 最好就是給此傷 大家遷就 不過我現在講 就是我們都遷就對方 好了 繼續看下去了 然後他有吸引來 第四就是對方分擔家務 就是丈夫很想女人分擔家務 但是男人也是應該分擔這個家務的 還有男人需要欣賞和尊重 千萬不要在人面前踩下她 我丈夫是最蠢最沒用的那個 但是有些太太是很容易出口這句話 而很重要是按照對方的需要來給對方 就是你覺得對方想什麼你就做哪有 好 接著第三 很多人在婚姻中主要想對方滿足自己的 就是我太太又不… 又銀茶又不… 又這樣又那樣 就是總之是批評的 只是主要是想得到什麼 所以很多人結婚就說 哇 我認識一個女生又漂亮 又這樣那樣又身材好又溫柔 總是說他對方是怎樣的 很少說我認識一個女生 我真的要愛她 我真的要關心她 我真的要聽她說話 很少人這樣說話 在我未跟我太太結婚之前 我就跟她說 我說呢 我跟你結婚 我會天天對著你笑 我天天要抱抱你 疼愛你 令你開心 做些你開心的事 我真的這樣跟她說 我結婚之後又真的這樣跟她說 就是讓她知道 我是真的想這個婚姻更加好的 可不可以這樣嗎 可以 所以如果你跟你的丈夫妻子在旁邊 你跟她說的話 我很想令你開心一點 我很想在你身上做多些好的事 令到你覺得悲哀 可以嗎 你回到幾個位 為甚麼跟你丈夫妻子說呢 可以 我們可以一步步去進步 好了 所以這個調教 調教就是說 結婚是想你令對方開心 我想問你大家 如果你的配偶一結婚 整天都要求你甚麼 要求你甚麼 你對於婚姻 會不會很有開心的感覺 他整天都是要求 你沒有做甚麼 你要做甚麼 是不是覺得壓力 是不是 但是如果對方 整天都說 我見到你就開心 我很想令你更加開心 有甚麼我可以做 令你開心一點的呢 你想我做些甚麼呢 這樣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很開心 所以你想的婚姻 必然是付出的 付出的時候 婚姻自然會好 好了 第四了 男人在婚姻要知道 給太太足夠的時間 因為太太 很想你跟她聊天 聽她說話 所以呢 每天都給她一些時間 但有些丈夫就不是 一回到家 開電視 看報紙 一邊吃飯 一邊看電視 沒有聊天的 這樣的時候 太太就覺得 有個丈夫 好像沒有丈夫一樣的 她是回來吃飯的 只是在家裡 就是做她的事 所以呢 給時間是很重要 也都跟太太拍拖 跟她一起逛逛 出街逛逛 有些人會說 出街逛做甚麼 不用做甚麼 跟她一起逛逛 欣賞一下花草樹木 一起開心 聊聊聊天就可以了 不用要做些甚麼 有些男生覺得 要做些甚麼 其實不用的 因為男性來說 去哪裏 去打球 去哪裏 去看球 去買東西 就是要做的 其實不用的 去逛逛就可以了 太太就會覺得歡喜 如果你丈夫和你約 你去逛逛 公園喜不喜歡 喜歡的 和你逛逛 可能很久都沒有試過 你可以想想約一下 現在很多一日行的 坐巴士去哪裏 又很便宜 去哪裏可以一日行 不過有些是推銷 要跟你買東西 買東西 但這些機會 都是給你去 和家人可以聊聊天 開心一下散心的 好了 看重她和她的關係 和分享感受 但很多男性說 糟了我分享了甚麼呢 有五樣東西我想大家寫下 男女都是的 溝通甚麼呢 第一 溝通發生過甚麼事 我做過甚麼 很簡單 我今天搭車的時候 那巴士剛剛走了 結果要等一班巴士 有很多男人 這些有甚麼好說 但女人都喜歡聽的 你將今天發生的事 告訴我 大家有些關聯 今天有甚麼開心事做了 就算打球的時候 我打球球很開心 下棋贏了 下棋輸了 都說出來的時候 發生甚麼事 做甚麼 這是第一 第二 我看到甚麼 眼耳口鼻 聽到甚麼 我聽到 譬如某人說的甚麼 我看到甚麼 身體感官上有甚麼 這個感官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 我看到你就開心 我看到你的反應 就開心 這是事實 我看到你 你很有反應 我看到你的眼睛 每個人都看著我 我又開心 我看到你 看著我 當我告訴你 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又開心 當你聽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樣 開心 覺得有些重要性 所以我們看到的 聽到的 覺得開心 眼耳口鼻 整個人的身體 所感官到的 都可以說出來的 第三 我們的想法 和我們的信念 譬如我們 我們覺得甚麼 對於社會 對於神 對於人 甚麼都可以說出來的 第四 我想甚麼 我想甚麼 譬如我想 我想和你逛街 我想 我想做一件甚麼 我想 有甚麼運動 我想 然後第五 是很重要的 就是感覺 感覺是包括甚麼 有五類的感覺 大家可以寫下 英文是很簡單的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我中文說一次 上次說過 Glad 開心 興奮 第二 憂愁 你說為甚麼憂愁 說給她聽 譬如你的丈夫告訴她 我看到 家人有病 我心裏面很掛心 有些不開心 當你聽到的時候 你覺得她跟你說好不好 好啊 覺得 是不是她 收起來不說好 還是說給你聽好 說好 你覺得 知道她做甚麼事 是吧 所以我們需要說 你有憂愁要說 甚麼 憤怒都說過 我看到那些人 真的很不公平 我心裏面有憤怒 不是代表我們繼續 憤怒 我們要處理的 afraid 害怕 ashamed 就是收指和內疚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溝通的 溝通的技術 因為很多人不懂得 說些甚麼 正先我講了幾件事 做甚麼 記不記得 剛剛講的 做甚麼 我身體體會到甚麼 我思想是甚麼 想到甚麼 我想甚麼 我感覺到甚麼 可以將它合併的 怎樣合併呢 我看到你這麼開心 我都開心 我看到你的反應 我真的 我來到這裏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講話 你們有反應 有反應 我看到你的反應 我心覺得開心 我來到這裏 講信息 我是覺得開心的 那我就 講得出甚麼 我看到你的反應 然後 這個是sense 即是看到甚麼 然後我自己 就會開心 當人會講出 跟你一起吃飯很開心 是不是會覺得 跟你聊天很開心 你覺得跟他有相連 是不是 其實這些就是 溝通的技術 這個是需要大家去學習的 好 繼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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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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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心的感覺 就是剛剛講完那個 就是開 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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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恥和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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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項 好 好 就是我們男性 學習分享 不要犯重量的錯誤 就是很多男人 整天都 譬如說 那些衣服 整天都不收拾 由結婚到 一直幾十年 都是不收拾 太太都講了很多次 麻煩你收拾衣服 她總是不收拾 一入谷 那隻鞋就放在不知哪裏 她就抹又不知放在哪裏 麻煩你把他放在那裏 那裏 那我們做回同樣的事 就是同樣的錯誤的時候 我們做回 應該做的 就是減少很多問題 不要做大男人 就是不要說 要女人什麼都聽完的話 好了 下一點了 女人 需要知道 女人呢 要給男人有足夠 私人空間 就是她需要空間 她需要安靜一下 由她安靜一下 她不想說 你任由她 她不想說 你不要這麼吹逼她 好了 下一點了 就是 不要逼她 放棄她喜歡 她平平喜歡打球 你就說 你打球你又不陪我 我不想你打球了 那時候她覺得結婚 好像她的詞又不好了 她喜歡做的 你任由她做 除非那件事是錯的 那你錯的時候 你想她改都不會一下子改到 你只能夠慢慢引導她 她是錯的 但是你不能夠 你說我命令你改了 是 改不了的 好了 跟著第三 不要用囉嗦和控制來改變她 因為女人覺得 說一次不聽我說五次 再五次不聽說十次 那後果是怎樣 她一聽你說話 她一聽你說話 馬上會轉 off 我發覺 我小時候 當家人跟我說話 一說 開始說話 我馬上會轉 off 她說完 我會知道 她在說什麼 我沒有聽到 原來 會自動轉 off 這是一個男性的問題 所以女性 如果你跟男性說 你得到她的助力 老公 現在我可以跟你說一件事 我想你聽一下 那你先得到她的助力 你就這樣說 譬如說 我今天發生什麼事 她一路 你看到她一路在這裡 好像在聽你說話 你說完完 你可能完全聽不到她的 因為你沒有拿到她的助力 有沒有發覺這件事 你說完她 知道她說什麼 還有有很多人 是不懂得聽話的 她聽話 她聽得很快聽不到 還有我試過輔導 年輕人 明明那個女性說完 當你這樣說話的時候 我不開心 因為你沒有尊重我 明明說完 我問回那個男生 她說完什麼 不知道 她說了三次都不知道 再說一次 她是不知道的 是需要學回來的 是需要學回來的 如果我們強迫她改變 是會反抗的 第四 不要將她放在你之下 多些欣賞她 哇你真是架勢 你真是厲害 你真是 哇你很厲害 你做得很好 有很多時候 她都沒有稱讚我 我為什麼要稱讚她 但是當我們稱讚她的時候 她更加好 希望我們信主那個 先回去改變 先欣賞她 她開始喜歡 喜歡跟你聊天 還有不要堅持她錯 有時候兩個咬 總是咬她 是你錯 不是我錯 是你錯 一直要按下去 是沒有好結果的 不要緊 不要緊 你說了算 說一次 她聽到就行了 她自己慢慢去想 OK 好了 感情銀行 當你要去銀行提錢 你是不是要先放錢 你不放錢 有沒有錢提 沒有 感情都是一樣 感情銀行 你不放愛下去 會不會有愛 不會的 你不陪對方 有沒有感情 沒有的 雖一定是雙方放下去 但是很多家人是怎樣 每天的對話 你做什麼 你又沒有做什麼 你又沒有做什麼 從早到晚就起床 你要做什麼 我今天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很少 是會把愛放在一個關係裡面 其實人是需要愛的 所以我們多點欣賞 銀行就是有錢 變成她有好的關係 但是有錢 不是代表 我可以罵一拋大的 因為我做了很多好事 罵也不要緊 不是要來罵失的 譬如我太太 我永遠都不想令她傷心一次 我永遠不想她對我的印象改變了 我覺得我不聽她說話 不喜歡她 或者我覺得她厭煩 我不想她的任何這種感覺 我想她永遠都覺得我是 永遠都心裡 一想到我 就覺得很甜的 很開心的 她現在是這樣 她一看到我 有很多反應 很開心 我不想她有一天 看到我 就有一種厭煩的感覺 但是有些太太見到我老公 不想見我 不想跟她一起 已經培養了 我們就盡量轉回 對她善待她 讓她覺得喜歡跟你在一起 其實婚姻是可以享受的 不過很多人的婚姻真的相差好遠 和享受相差好遠 但是你一步步放多些感情去 現在那個銀行有多些錢 OK 這麼多的感情 第七就是願意饒樹 每個都是 結婚一定有很多問題 我剛剛認識一對夫妻結婚一個月 就已經發覺很悶了 那我就 我都說我可以幫助你的 那我馬上跟她說一下男女的分別 因為可能她不知道 那男女就覺得 那太太呢 很需要愛的 不夠不需要愛的 那男性不明白 那我就跟那個男性說 其實所有女性都是這樣的 女性是需要愛的 因為男性是不需要愛的 她就覺得那個太太 真的很需要愛 那其實呢 就是 女性是需要愛的 那男性多些關心她 聆聽她 因為那太太就覺得那個男女 回家很快就睡覺了 那她就沒有什麼關心 沒有什麼愛 那變成結婚一個月就覺得 就是吃飯 上班 回來就 做些小事 然後就睡覺了 就是這樣就結婚了 很多人結婚就是這樣的 但其實結婚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應該有多些開心 有多些愛的 是不是 我跟我太太在一起 真的很多開心的 還有呢 我們總之有很多小動作 令到我們開心的 有什麼小動作呢 譬如我回家 回家 走回家幾天 我打完球回上去 我走到轉個位 那個窗可以看到下來的 我就告訴她 我現在到轉個位 她又會看 你看到我的手啊 我就看到了 就是總之有很多小動作 我們洗妹 又一起洗的 我說呢 我說你今天有很多事情做 趕著做 她說你給我陪一下 你得不可以 我女殺手 我女殺手 希望我們的觀念改變 其實兩個人 大家相連 是不是更加開心 那有什麼做錯 就要說 有時候我有些事情做錯了 做錯了 做錯了 我看得很特別 我只要說 我知道錯了 下次我盡力留意 那她馬上就放手了 也好 看得不是 哎呀 你知錯了 你就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你還是經常這樣做呢 但總之我一告訴她 我下次留意 她馬上就放手了 那這個就是 願意搖述 還有願意解決問題 這件事通常 男性比較逃避 有些什麼要處理 哎呀 不要趕著啦 好煩啊 不要說那麼多 那就不願意處理 那這個就是 希望那些男性 會 幫太太處理 而女性又怎樣 又不要追著那個丈夫 而是 你盡量都找方法去處理 以後呢 你和她處理的時候 讓她覺得舒服的 不要強迫性的 只要大家覺得開心 大家覺得被愛 即是 每一個人不同的方式 你不用要抄別人的 不是要一式一樣的 因為有些方法 可能對方覺得不太舒服的 好啦 這個五個愛的語言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這五個愛的語言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有人研究 他說到底表達愛 用什麼方式表達呢 就法國有五種方式表達 其實所有人表達 我們都在這五種方式裏面的 那我們一起讀一讀五種方式 要記住一下 第一 專注陪伴 第二 愛的延遲 欣賞和愛 第三 愛的禮物 第四 身體接觸 又是第五跳來 服務行動 OK 那五種的方式 那五種方式 即是說呢 當人表達我的時候 專注陪伴什麼呢 是跟對方一起 一起去聊天 聽對方 去玩 專注 就不是一路做 一路一起的時候 有些人一路一起 一起就整天看手機 我試過看到吃飯 這個就是看手機 這個 那個是看手機 兩個是沒有什麼聊天的 沒有 沒有 現在是這樣 坐車都是 有些是這樣的 有些是這樣的 有你看機 我有我看機 大家都 沒有 這樣的時候 他不是算陪伴的 或者兩個人坐在那 看電視 但是沒有話說的 這樣 全部就是看電視 發生什麼事 這樣的時候 這樣不算專注陪伴 專注陪伴就是 那你就說 哇 那很滿 當你兩個人的關係 是沒有的時候 就是悶的 那其實做一些基本的事 譬如就是 走一下公園 去到處走一下 這個 你不用一定有樣子去做 但在走的時候 都會輕鬆的 那你就 無論你在那裡走的時候 聊聊聊天 或者在那裡看 到處看 或者講一下 一些心事 都是可以的 任何的方式都可以的 但是最好的專注陪伴是什麼呢 是能夠聆聽對方 他的內心世界 去關心對方 讓對方 將他內心的說出來 這個是 即是高度的 專注的陪伴 那第二 就是愛的言辭 表達愛 關心 那我知道 很多人來講 可能很不習慣 講一句說話 我愛你 可能你一輩子都沒講過 這句說話都未定 那你可以開始講什麼呢 有你就是好 跟你一起 我覺得開心 那我又想一下 如果我沒有你 會很辛苦 那你即是說一些 欣賞的說話 那我和我太太 就很多元化的 真的實際上 就是很多元化 愛的言辭 那你慢慢 由簡單的開始 那而丈夫 比較容易可以說 可以說什麼呢 你煮的菜真的好吃 你照顧家裡真的好 你照顧我真的好 那這些呢 都是會令到對方覺得 被愛 和被看重的 好 跟著就是 第三 就是愛的禮物 禮物不是一定要帶禮物的 想起對方 他喜歡一件事 走過就買一件事 他喜歡的 故意 因為想表達愛 而買一件事 可能是一個很小的禮物 一個很小 譬如我買 就是見到一些小的東西 我買給他 他一定會歡喜 這件事很重要 我曾經聽過 他講的一個情況 有一個丈夫送一束花給他太太 他太太就彈那束花 因為不漂亮 買了多少錢 哇 怎麼這麼蠢啊 買到一束花 那你以為 那個丈夫會以後再賣花呢 不會的 其實他就算幾樣不漂亮 你就欣賞她的心 欣賞她 嘩 所以我們欣賞 不僅欣賞禮物 欣賞你的心 有心做這件事 那我太太真的做了很多事 真的 她很多很多很多 她試過買很多個心 回來 貼在鏡子那裏 就做了一個大心 每一個心 就寫了一個信息 實際上 她用的心 真的很多很多 我又覺得 神給我一個很大的禮物 祂的愛 還有祂也給我很多智慧 就是怎樣去做一個更加好的復師 我的信息怎樣改善 怎樣和人交往 怎樣聆聽人 祂都給我一些意見 但我不覺得她囉嗦淋尋 她用一個很柔和的方法 就是對我心理很大的提升 身體接觸 有時你可能就怕對方 拖手 擁抱 接吻 總之覺得兩個人在 譬如小朋友又不開心 你會怎樣 你肯定去怕她抱抱她 你不會說 沒事的不要緊 你不會和她有一個距離 小朋友你肯定去抱著她 怕她 但好像大了好像不想做 還有有時兩夫妻又不太想做 這個是需要我們衝破克服的 服務的行動 服務的行動是她想的那樣 禮物也是的 譬如有人知道 太太生日 送一套運動的機器給她 太太不喜歡運動 是丈夫想她運動 你玩這個呼拉圈 你玩這個機器 有一個啞鈴 我買給你 讓你運動一下 但是太太不喜歡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叫禮物 這個是你想她做的事 如果她肯做 那就當然好 譬如 曾經有一套 有一個人說到一套電影 她說在一個電影 在一個結婚周年 她丈夫送一個咖啡機給太太 太太很不開心 她丈夫沒什麼就投入 我送一個咖啡機給她 為何她會不喜歡呢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愛的表達 送一個咖啡機 不是一個愛的表達 除非我太太很喜歡喝咖啡 那你送給她 又不一樣 如果是她喜歡喝咖啡 或者只是一個用品 譬如說 周年紀念 送的 湯豆給你 哈哈 即是你湯山 就是一個愛的 每個禮物她都會覺得被愛的 另外就是服我行動 即是她喜歡的 譬如我們一回家 我們鬥快 誰鬥快拿到 又不是鬥的 總之誰走過來 就先拿一個拖鞋給對方 我們拆牙 跟對方擺牙膏 即是很多的事情 譬如她一知道我想喝水 她立刻突然走去拿水 我說你不用了 我有時候上了床 有些什麼還沒做 她馬上去 我說你不用了 我自己來 即是她 那種服務性行動 快到的程度 我都不好意思 令到我更加想做 譬如有些事 我沒有收拾她 她只是給我收拾 令到我下一次很想收拾 即是不想她去麻煩她 那我也都 時時會看看 有些什麼我可以為她做 那這個就是 愛的行動 我想大家留意 就是你太太到底需要什麼 那我太太就跟我做這個 有一個遊戲 她說呢 叫我自己寫 我認為 對方表達愛是哪樣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就寫出來 然後呢 我就覺得她哪樣最重要的 叫她寫出來 即是我寫出來 然後她就寫她哪樣最重要 然後呢 她覺得我最喜歡哪樣的 我發覺我們差不多 全都猜對了 因為我們知道了對方的性格 所以呢 能夠猜到 所以那些 如果你的丈夫 你太太願意跟你玩 你回家可以試試玩一下 我們要改善什麼呢 其中一個要改善 因為聽到一些聲音 我們試一下少些侄 少些侄 少些侄 多些說呢 令對方開心 其實有些年輕人 尤其是習慣了 是習慣的 是這樣的 是這麼蠢的 就覺得這種玩法呢 就是開心 但其實不會開心的 人總是不會聽到 覺得開心的 即是很多年輕人都喜歡 習慣的 講的就是很開心的 其實聽的就是不開心的 所以我們 自己做榜人 就是我們說的話 是正面的 不是習慣的 好 那我們最後呢 講到改善和子女和孫的關係 這個世代很難的 很難教子女 因為他太過有自己的主見 他有他想做的事 那怎樣和子女有好的關係和孫呢 孫是比較容易一些的 因為呢通常很多人都是 長者都是疼孫多些的 因為孫小時候好玩得意 就變了呢 就是比較容易一些 這樣就做多些 願意多些東西來哄他 這樣 但是和子女很多時候想去改 他又不改 那我們留意一些這樣的東西 第一 以不所書六張四字一起讀 不要惹惹你的氣 只要照著一些分布和警戒 就是不要惹他氣 不要說你這麼笨的 整天都不聽話 你就是做乞衣的了 沒有用的了 那些說話呢 我想你現在就未必會說 因為你的子女都大了 但是可能他小的時候 你講了很多 你真的沒有用了 其實呢 這些是惹他的氣的 我們就盡量講些好的話 就算他有時現在回來你家吃飯 如果你不是和他一起住 他回來你家吃飯 那有些 有時有些 有些父母又會有些 怨氣生出來 那麼久都不回來 啊 忘記了我了 那些說話會不會加強的關係 不會的 只是令到他覺得不開心 可以說什麼 他很久都沒有回來 你可以說的 真的很久回來 很開心見到你回來 他就喜歡回來 是不是 就是你真的 你表達開心 他會覺得享受回來的 就是任何的說話 令到對方不舒服的 我們都避開了 第二 不要控制 馬克福音十章七節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 這裏說到呢 當人結婚的時候 他是離開父母 不是代表一定要分開住 但是就算你一起住 你不要控制他 但很多人就會這樣的 我以前臭小孩是這麼臭的 你要這樣臭才行 你不臭這樣臭就不行的 你要怎樣怎樣怎樣 很多時候呢 上一代就很喜歡教下一代 你要怎樣怎樣 你不像我這樣做事 你有時說一下OK 但如果你變成金科玉律 你一定要跟著這樣做 你不是這樣做就不行的 大家有沒有試過 和你的奶奶老爺在一起的時候 她總是要你怎樣做 你覺得什麼感覺 很大壓力 她的方法未必可以 她又老了 她的方法和我很不同 她又是要我跟她的方法 同樣我們對下一代都一樣的 就是不要控制她 但是我想她改 她這樣不行 你就只能慢慢引導她 你覺得有這個情況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她不覺得問題的時候 你只能有時提一下 或者在WhatsApp那裡說一下 鼓勵一下你這樣做 就不要說你要這樣做 我鼓勵一下你這樣 你對你的太太、你的丈夫 用一些柔和的說話 鼓勵一下 就是這樣的時候她可能會聽 但是如果你一控制性肯定不會聽 也都很多 為什麼這麼多年青人反叛呢 就是因為父母太控制了 她一想到父母就想到什麼 父母就是要我做什麼 要我做什麼 所以她有一種反感 第三 讓她們知道她是寶貴的 詩篇139篇16節 一起讀 我未成年看測你的眼祖 而看見尿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躲入 你都寫在你的賊上廟 就是呢 神體我們個個都寶貴 我時時多人說 好寶貴 你是好寶貴的 我是寶貴 你又寶貴 你跟旁邊說 你是非常寶貴的 好 你是非常重要的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的計劃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這些的說話是令人覺得寶貴 也都是被人有推動力去改變 是的 譬如教導子女或者孫 教導子女和孫怎樣 好 大家轉過來 轉過來 你就可以讓她知道 你是好寶貴 好重要的 你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 你想不想將來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可以成為偉大的人 你有沒有跟你的子女和孫子這樣說 你可以成為偉大的人 那你可以問他 你想成為偉大的人 你有甚麼可以做 怎樣可以成為偉大的人 你去鼓勵他 欣賞他 他所做的 你真的很勤力過人 雖然他可能做出來的結果 不是好像你想要的結果 但你都說 你真的有勤力過 我欣賞你勤力 那他就覺得歡喜了 所以讓人知道覺得寶貴 你會不會讓自己覺得自己寶貴 不是 我們人人都需要覺得自己寶貴 所以你經常覺得自己寶貴 他就會覺得開心 有些老人家一見到子女就說 沒有人要我了 好像我這樣 又老又行不到 又要人照顧 真是很慘的 這種自怨自毅 那兒女聽了會不會很開心 不會的 但反而你說 原來我是很寶貴 你也是很寶貴的 我生命很寶貴 我現在很開心 有很多人 他聽了會覺得怎樣 開心 開心 我爸爸媽媽現在變得這麼年輕 這麼開心 人人都會覺得喜歡 智年的人有沒有人喜歡 沒有人喜歡 有沒有人喜歡 有這樣的說話 有很多都是這樣的說話 可能那個是 的而且是一個情況 但你越是這麼想 就越是灰心 但是你說 我是神所看重的 我是寶貴 雖然 他們不是對我這麼好 但我有神 我會開心 而我開心 那些子女 又對我更加開心 好像朋友一起的 朋友一起 這樣的時候 他會歡喜和你一起 對不對 然後 教養孩童 真言22章第六節 教養孩童 他走當憑的路 就是道路 他又不偏離 就說 我們是要引渡他 但是呢 他小時候 你教導他比較容易些 他大 你就很難 那你只能夠引渡 引渡 你想成為偉大的人 可以怎樣 譬如他跟太太的關係不好 那 你關心你家裡的情況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 可能他說 沒有方法的 那你可以告訴他 真的有些方法 我教會傳導人 可能可以幫到手 我在 我學到這份 都可能有幫助我的 那 就是你引渡他 但是你不要命令他 引渡他 就是你見到問題的時候 引渡他 幫助他怎樣提升 雅各書一章十九節 但是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 人呢 喜歡說話 不喜歡聽話 譬如很多 長者 當兒子來探望他 哎呀 哎呀 什麼流水啊 哎呀 旁邊那個什麼什麼 啊 這裏什麼不好啊 樓上又吵吹巴閉啊 很多這些 這樣說 子女聽的時候 哎呀 很多話說 每次來聽都會說這些 但是如果 那個長者 那個子女來到 啊 怎樣啊 你們怎樣啊 開不開心啊 讀書怎樣啊 即 關心他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開心 而他關心你 聽你的話 你又會覺得開心 所以人呢 是需要聽多些 是吧 不要太多 尤其有問題 最好處理 不要整天都是說 我那些什麼問題 我那些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認識 有些人是這樣的 經常跟你說 哎呀我那些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有沒有這樣的人啊 有啊 有啊 當你聽完之後 你有什麼感覺啊 很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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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不會有很多朋友啊 沒有什麼朋友啊 就是因為那些人 覺得他很煩 所以我們學習 處理一些問題 如果真是想為人幫助 你就會這樣說 啊 我有這個問題 怎樣處理呢 就不是一個慢 很素苦 而是你真是找一個人處理 不過你找人處理 找些成熟的 而聊天的時候 最好聊一些 開心的事情 而你每天有耶穌 你每天都開心了 是不是 你聽我說話 有沒有聽我說 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啊 有沒有見到我很煩 那樣的樣子 沒有啊 雖然我今天很急 很急 我一會急著要回去 趕著回去 去做那個事情 但是呢 你見我呢 都是很輕鬆鬆的 那樣子 為什麼呢 我受煩 會不會那件事解決呢 解決不了啊 所以呢 無需要受煩 好了 那從小引導和教導 剛剛我說過引導 就不要只是教導 引導它 其實呢 我再看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人的說話 和神的說話 都可以分開恩典和戒命 恩典和戒命 而戒命可以分開等級的 那這種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那恩典是什麼呢 他跟人說恩典的說話 你很寶貴啊 神愛你啊 我又關心你啊 這些是恩典的說話 律法呢 就是說要做什麼 戒命要做什麼 那我們人都要說這些說話 這件事很重要的 大家留心聽 如果你學到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這些律法的人來講 有時候說話 最好是什麼呢 引導 引導是什麼呢 有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的關係可以怎麼改善呢 那這個是引導 大家去討論 那下一步呢 就是教導 有時候都需要教導的 下一步呢 吩咐 吩咐的做什麼 再下一步呢 指責 再下一步 定罪 那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講話怎麼說呢 你又沒有到垃圾 你整天都忘記到垃圾的 沒有到垃圾就是指責 你整天都沒有到垃圾 是定罪 你整天都是這樣 你整天都是這麼蠢的 你整天都沒有反應的 這些是 用這些說話 會不會令到它改變呢 是不會 但是很多人說話都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覺 很多人說 你整天都是這樣 你沒有做的 你真的見到你就黑人憎了 這些說話都是很負面的 但很少人用這些引導的說話 所以我們想幫助人改變的時候 用引導的方法 那人呢 就可以改變的 可以慢慢引導他 那你留意一下 你的說話是哪樣 記不記得幾樣 我們再說一次 最好呢 講恩典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最好的 就是 我關心你 你是很寶貴的 你是很重要的 而戒命呢 可以講些什麼呢 記不記得 第一 是引導 最好是引導 或者是討論 討論如何處理 然後下一樣呢 就是 教導 吩咐 然後呢 就是指責 然後呢 就是定罪 最好呢 指責和定罪 進來都不用 好 跟著呢 這裏是恩典的說話 其實這裏我有寫到 下面就是恩典的說話 下面就是恩典的說話 一起讀這裏都是恩典的說話 我愛你 我看從你 我看從你寫錯了 我看從你 你是寶貴的 我有你真好啊 我珍惜你 以下的律法 就是引導 引導是什麽呢 一起讀一下 我們可以怎樣解決問題 這問題 持續會有什麽後果 又沒有 教導了 我們搖述對方 關係就會更好 內心就會更平靜 有土神喜 就是去講出一些真理出來 命令 你去倒垃圾 你快做功課 不要玩手機 馬上來 這些命令都有柔和的 你快點來吧 柔和一點 你馬上來 是不是 強烈很多 我們嘗試用柔和的 其實盡量是柔和的 我這裏就沒有分到控訴 就是指責和控訴 指責就是指責他錯 控訴就是定了他的罪 你是這樣的 整天都是這樣的 這裏我們不要讀了 為什麼呢 我不用你入了心 總是說人家不好的地方 好了 我想問大家 以上所講的 第一就是講到 我們 男女的分別 所以 神做男女 女 是比較困難 就是 信服的 所以神呢 就想 我們學習信服 那麼 男就比較少去愛 神就想我們去愛 那麼 我們留意到第一點了 還有柔和 謙卑總是會改變人的 那由男女的分別 這個重不重要 這個知道男女的分別 原來知道 男性呢 是喜歡 有些空間的 就給他一些空間 他喜歡被尊重的 你去詢問他意見 他覺得 你體重他的 而女性呢 就喜歡什麼 愛的 關心的 聆聽的 就不要說他 你這麼長氣的 你好像我媽媽 那樣 你這麼快便有婆 那樣 這些說話 對不對 這些說話 你一定會令到 你太太會生氣很久了 她是 誠稅需要處理的 你知道這裡 希望你回去重溫 是非常有幫助的 是吧 幫助我們呢 懂得怎樣面對 女性和男性 而怎樣加強 婚姻的關係 而最重要就是 五個愛的語言 然後呢 就是 最後怎樣 跟下一代 怎樣加強關係 家庭關係 重要嗎 重要 你有信心 你的家庭關係會改善 有 有 當你 有時對方不是那麼好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很多人呢 就怎樣呢 我講一個實際情況 很多人呢 就是對方不是那麼好 於是一回去見到他 就沒有什麼心機了 又不太理睬他 說話就是 快點做事 為什麼這麼慢 吃東西吃到整地都是東西 就是說話 都是這種說話 就是有種厭煩 那可以怎樣改變呢 溫柔的說話 是的 溫柔的說話 欣賞一下他 他總有好處 想不想到一些好處 他的好處 一定有 講一下給他聽 你有什麼好處 講給他聽 那他覺得 他有時可能沒有反應 他沒有反應 是不是代表他聽不到 不是 他是不懂得反應 不要緊的 你欣賞他 他總有慢慢改變 就算一方很強硬 你慢慢對他好 他慢慢會改變 好嗎 回家慢慢把你的家庭改變 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享受 那你會不會享受生命 你都會享受生命的 好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在你的婚姻家庭 在你的婚姻家庭 開始越來越美滿 我曾經試過 跟一對夫妻 跟她說的時候 那個太太說什麼 她說 我現在侍奉神 晚上十點 十點 十點 回家 我跟兒女睡覺 不跟丈夫睡覺 因為我生的兒女 很多太太都是這樣 跟兒女睡覺 不跟丈夫睡覺 我說你這樣 你就失去你的丈夫 你快點回去 跟你的丈夫睡覺 對她好些 溫柔些 她馬上傳個訊息 跟丈夫說 我愛你 關心你 跟著她丈夫又傳個訊息 後來她跟我說 下一次見到我 她說 現在我跟她的關係 好像戀人 那樣 真是可以改變的 Hallelujah 是 Czy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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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